每天面对十亿住行 假日还有休闲娱乐 身为台湾住在台湾的环境 你有幸福感吗 目前来讲感觉到还蛮幸福的 其实有慢慢感觉变好 幸福指数这一块 其实我还觉得还蛮不错 还蛮满意 幸福幸福每个人感受各有不同 但幸福的感觉 似乎有回升的迹象 主记处公布了最新数据 2016年国民幸福指数 在39个国家中 台湾排名第16 和去年一样是亚洲的第一名 迎过了日本和南韩 一时无缺 所以蛮幸福的 透过自己的努力 那其实也有还不错的一个收入 从两大面下和十亿领域来看 今年和去年一样 所得财富和人身安全 连续两年都是旅登 表现最优 进一步最多的是社会联系 和健康状况 上升了三到四个名次 整体来说 去年18名 今年16名 幸福指数往上提升了两名 最最诟病的 比如高房价的部分 物价的部分 也没有明显的改善 尽管今年排名比去年好 但还是有民众有负贫 幸福感是主观的感受 打造一个幸福的环境 政府可不能送血 借捧知名 王一超 送客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n 感谢观看